來,我們講就是手錶穿在式裝置的2SPU-2 那2SPU-2呢,它的發展的過程 我要簡單分成三個step 第一個,負一個step 這時候你要證明你的device 它的,它量到的重複性 就是device的重複性要準 這個時候 那重複性呢 怎麼樣重複性能夠做得好? 很簡單 就是要用seminator的AC、BC 包括紅光跟紅外光AC、BC 那這四個參數都要能變化 變化之後都要能穩定的輸出 那這個的變化 這四個的變化 其實就是RV 就是R值的變化 所以呢,如果我能夠把R值 的Value的變化變成很穩定的話 那我的seminator 就可以產生什麼? HPO-2 HPO-2等於什麼? K1加K2 乘以R 這兩個是常數 常數 那剛開始我們可以用 100-25R 這樣出來 所以我的R值都很穩定的時候 這個值就穩定 那這個HPO-2 就穩定 所以我用這個穩定的R值的變化 HPO-2變化 測你的device的重複性 這是第一個步驟 所以當你的device的重複性已經達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就可以做第二個步驟 對不對? 第0個步驟 做什麼? 做臨床 做臨床 那臨床測試 就是找真人 對不對? 然後跟SAO-2比 所以這時候 你要跟你的SPO-2 要跟SAO-2來比較 那SAO-2呢 是什麼測呢? 叫做COO-Oxmeter 就是一氧化碳的血氧乳來測 那 假設 SPO-2量到98% 對不對? 那你量到96% 那怎麼辦? 你要改你的SPO-2量這個結果 改什麼? 改這個 對不對? 所以 如果你把你的SPO-2的公式改成A 加B 如果改成這樣子 那結果就變成98%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宣稱 你的SPO-2量測結果 跟SAO-2量測結果 是一樣的 那你的精確度就大到 對不對? 你就可以說 你的產品是Accuracy Accuracy 然後就可以到申請FDA 對不對? 就可以上市 但是呢 上市之前 你當然還是要做測試 對不對? 要做產品的測試 Pradaline要測試 那測試怎麼辦? 測試這時候再回來 就可以 到第一個Step 我們可以再回來 再找什麼? 再找Simulator 那Simulator這時候 我就可以摸你什麼? A加B 這個 這個 HPO-2 然後把這個值 再打到 你的Device裡面 對不對? 你的Device裡面 然後撤進 那這時候的Simulator 既準 又有同個節 OK? OK? OK 謝謝 OK 謝謝